泰国中部有一个城市以猴子为文化象征 成为吸引观光客一大亮点 但是在疫情爆发之后观光业惨淡 昔日繁荣的城镇现在沦为鬼城 猴子宣兵夺主抢人类的食物 而根据泰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猕猴是受到保护的物种不可以伤害 相关单位最近就想出了权疑之计 先将大批的猕猴捕捉起来另行安置 并请专家研究想出人猴和皮银共处的方法 猕猴大军占据街道 这里是泰国首都曼谷北部的华富礼府 猴子爬上爬下 疫情前猕猴是吸引游客的一大亮点 大家都来喂猴子 猴群快速繁衍 但疫情爆发后观光业惨淡 当局还下令禁止喂食 猴子四处找食物上演人猴大战 最近有名女子遭到猴子抢夺食物 双方拉扯时 女子扑倒膝盖脱臼 还有一名男子 则是被想要抢食物的猴子 从摩托车上拉下来 根据泰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猴猴是受保护的物种 民众不可伤害 动保人员发射麻醉枪要制服猴猴 有关单位最近启动围捕计划 预计要抓2500只的猴另行安置 不过有的猴不肯轻易就范 动保人员发射的麻醉飞镖 反而成了猴猴的玩具 前几年动保单位曾为当地2600只猴猴结渣 但没有收到效果 有关单位这次要将猴城的猴子猴孙 先抓起来关到笼子里 暂时安置在动物园等地 并跟专家研究人猴和平共处的方法 刘勇伟编译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